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家同乡会举行新春年会 丰盛的美食 客家小草 红刀鸡 米糕 多是乡亲的最爱 道场祝贺的有 驻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处长马忠林 文教中心主任 严树龙 乔务委员 沈慧 蔡秀美 林美莲 李玉珍等人 多道场致贺 乡师县内开场 将新春的气息 分布在乡亲的四周 会长温贵珠 祝福大家新年好 还有这么多朋友 来这边 支持我们这个活动 我们非常感激 这个活动能够 拜起来的话 那当然是 我们的礼拜事 我们的监事 还有我们的乡亲 大家共同做起来的 会长温贵珠也发赠90岁以上长辈的红包 102岁的奶奶手拿着红包 面对镜头 开心极了 经文处马中宁处长及文教中心 岩树龙主任也分别上台向乡亲祝贺与问候 精彩的表演节目 有歌唱 客家话大考验 客家舞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时装表演 获得在场无数的掌声 活动在摩采及全体大合唱之中 圆满结束 感谢观看